歡迎大家 加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 按讚 加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動不動就卡中國大陸脖子 但是美國卻很擔心在武器製造方面 被中國大陸給卡脖子了 美國媒體表示 美國的彈藥供應鏈 幾乎完全是依賴的是中國大陸 擔心被大陸切斷彈藥供應鏈 您覺得中美如果互相卡對方脖子 到底誰會勝出呢 是美國嗎 還是中國大陸呢 來聊天室 想像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 以及按讚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美國是相當依賴中國大陸的稀土嘛 尤其是稀土 它其實是17種稀有金屬元素的統稱 是不可再生的戰略資源 廣泛的使用 再上是導彈 智能武器 還有來看到的是導航儀 噴氣發動機等等的領域 以及美軍的 來看到是激光 測鋸機 還有呢 來看到是巡航導彈 以及F35這些軍工的產品等等 都需要稀土 美國每年呢 從中國大陸進口的稀土的產量 佔了它進口總量的80% 等於80%都從中國大陸進口的 但是美國不只是稀土 是依賴中國大陸的 還有另外一個稀有金屬 來看到就是這一個 叫做T的 一個金在一個弟弟的地 T 根據呢 美國雅虎新聞它的高度關注的報導說 說啊美國國會最近呢 在對美國彈藥供應鏈安全是十分擔憂的 理由就是呢美國國會發現 現在美國的彈藥供應鏈對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依賴程度非常的大 在比例上呢美國的彈藥供應鏈幾乎都是依賴中國大陸 小部分才是依賴俄羅斯的 因此美國國會就擔心了 美國的彈藥供應鏈對大陸這麼的依賴 有沒有可能會導致在某種狀況之下 大陸直接切斷美國的彈藥供應鏈 讓美國的國會會如此掛心的 就是剛剛說到的這個稀有金屬T了 說到T呢在現代化的武器裝備當中 還有彈藥的生產當中 T就非常的重要 比如說來看到的是 包括這一個就是坦克的穿甲彈 還有高性能的炸藥以及業用的夜市儀 到核武等等的這些武器彈藥的生產 通通啊離不開T的支持 因此呢目前美國國會已經開始要提升 針對於T還有呢 美國稀土礦產戰略儲備當中的重要性 把它列為是美國國防儲備的物資 跟T一樣都享有同樣待遇的 稀有金屬呢來看到還包括什麼呢 包括的是鈦啦烏啦跟菇還有梨這些相關物資 不過呢美國國會認為目前美國在T的供應政策方面是有問題的 如果不及時進行修改的話呢 等到2025年裁年的時候呢 美國的T的儲備就會捉襟見肘 而且美國眾議院的軍事委員會在6月8號發布的這個立法草案當中 首次呢也嘗試要解決美國彈藥供應鏈 對中國大陸的T嚴重依賴的狀況 這個草案的要求就說美國國防部的來看到是儲備管理人員 他最晚的時候必須呢要在今年10月之前呢要怎麼樣呢 要向這個委員會介紹美國對T的依賴的狀況是如何 而且你還要提供呢這些礦物的5年的展望 還有當前跟未來供應鏈漏洞等等的 就是要避免說如果有地緣政治的影響的話 可能會被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切斷對美國T的供應鏈 而且呢美國政議院的軍事委員會的這一部所謂立法草案 目前已經怎麼樣呢目前已經提出了部分的解決方法 比如說他就要求美國國防部要重視啊 廢的舊的電池的回收 因為呢在廢的舊的電池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T 另外再來看到實際上呢在1997年以前啊 美國呢在這個T的供應鏈上它是可以做到自給自足的 在二戰當中呢當的是日本完全切斷了大陸 向美國提供的這個T的渠道之後呢 美國其實開始呢也從來看到是愛德華 愛達河州的金礦 金礦當中的礦石當中去提取了T 而且獲得了不少的成就 另外呢這個礦產啊 其實是從1997年開始的時候就開始停產了 因此美國呢就必須要重新恢復了 對中國大陸T的依賴需求 而根據呢美國地質調查局 在2020年公布的一份調查就顯示 美國現在呢國內啊 已經沒有T的礦產了 但是相反來看到中國大陸 可是全球最大的T礦產的儲備國 還有金鏈T的生產國 同時呢也是美國主要T的主要採購國 而這個報告也顯示說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的 其實是俄羅斯啊 所以來看到還有包括了塔吉克斯坦 現在呢這三大國家 塔吉克斯坦它將 它將要成為第三大的生產國 所以呢這就意味著 在全世界前三大T生產國當中 幾乎都在亞洲地區 在某種狀況之下呢 美國T的供應鏈可能就會被切斷 另外來看到是人類啊 對於這個T的使用的歷史 真的蠻長的 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前的 埃及王朝的時候 埃及人就已經開始使用這個T的硫化物 來怎麼樣呢 來瞄眉毛 而且T呢在地殼當中含量 只有百萬分之一 屬於標準的稀有金屬 而且呢非常重要的戰略金屬 自然中國大陸也把它看為非常重要 也把它跟什麼呢 像是啊 烏啦錫啊 一起就被列為是中國大陸的四大戰略資源當中 而T呢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綽號 也就是叫做工業味精 在受熱時它會收縮 在受冷的時候會膨脹這個特性 所以呢使得它呢能夠改變很多核金的硬度 硬度它會把它改變 那這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美軍包括了坦克的穿甲彈的這些彈藥啦 就會在彈頭當中呢去加入了T 提升它的性能 同時呢T啊它還有非常出色的耐防鎖的性能 還有阻燃的性能 在現代的武器當中啊 就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呢T非常的珍貴 還體現在很多方面 首先就是啊它的儲量不高 而且呢少部分 就叫做所謂的稀有的稀土資源 重點是它還分佈不太均勻 所以你很難集體來進行採集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在二戰期間呢 會從剛剛說的從金礦當中 去提煉金屬T的原因 T在全球來看到 大概也只有180多萬噸 而且呢大陸來看到這個藍色這一塊 其實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T的鋤量達到了95萬噸 佔了全世界51%這個比 你看這麼大 俄羅斯來看到在這個地方 它擁有是35萬噸 另外來看到是玻利維亞在這個地方 它其實擁有是31萬噸 剛剛說到的塔吉克斯坦呢 它其實擁有的是5萬噸 但是它希望能夠產量越來越大 南非呢則是有2萬噸的T 另外呢來看到T 它其實可以增加金屬的硬度嘛 譬如說它跟鉛跟錫來製作合金的話 就可以焊接材料跟子彈等等 還有包括成軸的這些 軸程的性能也會進行 變得比較有硬度 另外呢在一戰的時候 它被稱為叫做戰爭的金屬 其次啊T它是有一點難以再生資源的 譬如說來看到在阻燃劑當中的T呢 有70%是沒有辦法再進行回收的 因此很多國際組織呢 跟國家早就把這個T呢 列為是很重要的戰備資源 譬如說來看到是歐盟了 歐盟在2010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行動 把這個T呢列為是歐盟戰略的儲備金屬當中 最緊缺的物資了 而美國也在2018年正式的把T列入了35種關鍵的礦產清單當中 而對於美國國內的這個T礦產 它只允許探勘 不允許開採因為呢你開採就少了嘛 當然呢現在美國還沒有呢探勘到可以用到的T礦 因此美國就對於中國大陸T的依賴非常的重要 你看這個柄這麼這麼的大 非常重要而且這麼重要的資源 中國大陸當然也是十分重視的 所以來看到呢在2009年開始呢 中國大陸國土的 國土資源部也已經下令 對於T礦呢實施開採的總量控制 而且暫停了新的T礦開的相關的開採申請 T礦開採申請也有一些管制了 2016年的時候也正式把T礦呢列入到中國大陸 戰略性的礦產名錄當中 陸媒就提醒了 雖然美國對於中國大陸T的依賴比較大 但是大陸也應該要注意 對於T的合理化的利用 畢竟中國大陸自己呢 對於T的需求也不小嘛 需要呢優先保障是中國大陸自己的T的需求 因此大陸接下來呢需要進一步來加強 對於T的相關資源的出口管制 要防止呢會出現說類似的 稀土那麼重要 卻把稀土當成了土 來低賣的狀況發生 另外來看到是讓美國啊有點尷尬 也是呢美軍又有怎麼樣呢 軍機墜毀了 繼8號的時候不是加州墜毀了 一架魚鷹型的傾斜懸疑機之後呢 來看到是又發生了墜機事故 一架就是SH-60的海鷹直升機 在亞利桑那墜毀了 目前呢搜救人員已經出動了 大概是來進行搜救 但是還不錯蠻幸福的蠻萬幸的就是 機上的4名的機組人員都存火了下來 只有一個人被送往的醫院 沒有生命危險 但是這已經是美軍9天內呢 第4期的軍機意外了 但是來看到是美國國會大廈 去年1月發生的暴動嘛 眾議院特別委員會9號舉行了聽證會 一段呢國會暴動的畫面也首度曝光了 當時啊暴動者呢群情激憤 試圖要推開柵欄強行闖入國會 調查國會暴動事件的眾議院委員會 兩黨領袖呢9號晚間開展了行動 把國會暴動案形容是一場呢 有計畫性的陰謀 而且由美國前總統川普帶頭 委員會的主席呢湯普森更點名說 前總統川普召集暴徒發動的是未遂政變 的確你看到剛剛說的一年多前發生的 美國國會大廈受到衝擊事件呢 其實來看到引發大家對於說 美國民眾還有國際社會 對美式民主的普遍擔憂跟質疑 但這樣事件的發生在美國呢 被說就是定調叫未遂事件 但是呢其他國家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就說 在其他國家就被說是什麼 美麗的風景線顏色革命 所以呢大陸外交部就說 這難道又曝露了美國利用雙標民主 大搞政治操弄的本質嗎 一年多以前發生的美國國會大廈 受衝擊事件震驚世界 引發美國民眾以及國際社會 對美式民主的普遍擔憂 和強烈質疑 這樣的事件發生在美國 就是未遂政變 這樣的事件發生在其他國家 就是美麗風景線顏色革命 這再次暴露了美國利用雙標民主 大搞政治操弄的本質 我想強調的是 世界上沒有高人一等的民主 將民主標籤化 政治化 武器化 到頭來只會損人 害己 美方應該深刻反省 自身的民主赤字 切實停止打著民主的幌子 在世界上製造動盪和分裂的錯誤言行 美國的國會暴動真的是讓全世界看笑話了 同樣也丟臉丟到國際 來看到就是蘇洛伐克訪問團 拜訪臺灣的立法院 到國會殿堂去參觀的時候 竟然學起了臺灣立委打架的橋段 還拿起了舉牌重現的表決大戰 藍軍立委就炮轟說 幾次的衝突都是因為民進黨立委 強行通過法案 居然還有臉賠笑 真的有夠丟臉的 民嘴跟炮轟 根本民進黨在吐面自乾嗎 左拳右拳左勢扭打 一旁還有人勸架拉開 斯洛伐克參訪團到立院參觀 進現場模擬起 臺灣國會議員全武行 馬中華民國國會當競技場 斯洛伐克議員演完不過癮 更拿起板子 學臺灣立委表決大戰舉牌 一旁民進黨立委從頭到尾 臉上掛著笑容 站在一旁看 但百姓可笑不出來 網友炸鍋狂轟真丟臉 試驗怎麼跟得上臺灣 根本來修辱臺灣的吧 丟臉到國外還真然自細當有趣嗎 真的讓大家覺得是一笑大方 執政黨也沒有臉去說清楚講明白 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執政黨 會為了貪污的總統而去修法 讓貪污的總統變成不是貪污 如果發生在斯洛伐克的話 說不定他們的國會會打得更厲害 諷刺是彈開近期國會大爆走衝突 五月底為幫前總統陳水扁 國務機要費解套藍綠大亂鬥 去年更為了民進黨強行通過萊豬進口 打了起來還豬內臟滿天飛 藍軍炮轟全新為民進黨不顧民意 霸道闖關 如今民主倒退 加仇外揚 直政黨立委難道還得意洋洋 台灣民主在國際中給人的印象 盡視打架 諷刺的是執政黨還將這種難堪當有趣 引發抨擊 記者黃明君李宣 SG小組臺北報導 這次說到尷尬的 還有呢 就是中美的軍事博弈了 同時來看到美國關鍵的戰力 說要重返亞太 但是呢 卻引發卻沒有時間休息的雜音 來看到呢 這是美國最關鍵的戰力 也就是呢 B1B的轟炸機 要重返亞太地區 指揮官也受訪說呢 有兩大的戰略目的 第一個就是呢 對這個區域盟友的保證 第二個呢 就是要嚇阻威脅美國的對手 這看起來就是要對準的中國大陸嘛 但是來看到呢 讓美國有點尷尬是呢 美軍呢 6月7號宣布呢 四架的B1B的 騎金兵 騎 槍技兵 轟炸機 已經部署到了關島 要執行轟炸機的特遣隊的任務 但是呢 新聞網站 The Drive就說 B1B多年來呢 在中東地區呢 其實行動當中消耗非常的大 已經呢 歷經了一系列的對戰機啊 繼續服役來說 非常重要的整隊 美國是馬不停蹄的 來到了亞太部署中兵 就知道 他最關心的 就是在圍堵大陸 美國呢 動不動就卡中國大陸脖子 所以他很擔心說 難道中國大陸也會卡他的脖子嗎 比如說在T的金屬上面 還有呢 稀土的方面 但是美國真的啊 就常常卡中國大陸脖子 尤其像什麼呢 晶片 芯片啦 還有圍堵華為啦 以及5G等等的 但是來看到 華為真的是不斷的突圍 尤其是呢 鴻蒙系統再傳捷報 谷歌要使用的是 華為的鴻蒙的文件系統 所以您覺得呢 中國大陸 恕不少謝謝美國 不斷的卡脖子呢 中國大陸企業 反而會更加的茁壯呢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 以及按讚 我們現在看到華為 被說被美國是打壓怎樣 最慘的中國大陸企業之一了 尤其啊 在美國全面斷工之下呢 華為的各種零件呢 其實都得不到供應嘛 就連操作系統都被停止授權了 你看就斷了它的命根子 華為呢 其實作為一家知名的手機廠商 那在呢 谷歌公司暫停華為 來看到它使用GMS的服務之後呢 華為作為主要營運的這個手機部門啊 這個錢袋子的燒售量 就呢 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 因此在華為被斷工之前呢 手機操作系統 就已經只有原本是谷歌的 來看到安卓的操作系統 還有呢 蘋果公司的iOS系統 這兩大系統 大家都知道嘛 結果來看到了 蘋果的iOS的系統呢 它因為是一個所謂的自成閉環 也就是除了蘋果手機之外 根本沒有開放 沒有開放給其他的商業來使用嘛 所以呢 基於呢 開源的所謂的安卓系統 就是中國大陸國產手機品牌的 操作的系統 因為呢 它開源嘛 大陸的手機都是用它的啊 結果沒想到呢 在它建立的這些所謂的操作平台之後 譬如說來看到 小米啦 OPPO跟之前的華為 都是基於安卓系統來研發出來的 但是呢 你看它卡別人脖子 就是讓華為不能用這個操作系統 就被斷工了 而且所有手機呢 就會變成怎樣 你不能用它操作系統 就只是一塊板磚嘛 根本就不能用嘛 另外呢 美國的卡脖子 就可以讓任意一家手機公司 因此垮掉 但陸媒就說 這可不包括華為 華為是活過來了 而且展現出的是 中國人可不吃你這一套的氣魄 也就是 你不給我用 好 我就自己做 因此呢 在被停止這個所謂安卓系統的授權之後 華為喔 馬上就宣布說要自行推出 叫做手機操作系統 也就是 那個來看到鴻蒙系統 這一開始的時候 西方啊 不斷的嘲諷說 這個啊 一定是抄別人的啦 一定是怎麼樣 不斷的嘲諷這個 所謂的鴻蒙系統 結果沒想到呢 在短短兩個月 華為就推出了這個鴻蒙系統 而且呢 在它推出之初期的時候 還被西方說這是安卓換殼嗎 但是如果真的是安卓換殼的話 以美國對於華為的打壓力度之大 真的能夠讓華為安心來使用嗎 人家也不想要天天被你卡脖子吧 一定會尋找各種的方法 讓華為無法使用 而且除了呢 面向移動端 其實華為推出了鴻蒙操作系統之外呢 華為也還推出了歐拉開源操作系統 而對於呢華為的突破 中國大陸央視呢其實給予了極高的肯定跟讚揚 還呢在財經節目當中獲得了國之重器的榮譽的稱號 另外來看到就是說呢 現在啊鴻蒙系統再傳新的消息 也就是美國你怎麼攔也攔不住了 谷歌呢最近傳出來消息 就是自己來看到的是EST4的文件管理系統 不再用於最新的Android的13操作系統當中 而是要使用是華為鴻蒙系統的EROFS的超級文件系統 那這個英文呢 EROFS它英文其實它是縮寫的 Enhanced Read-Only File System 中文就是叫做可擴展的唯讀檔案系統 可擴展的唯讀檔案系統 那主要它的優點呢就是可以體現一個字 就是快 那跟谷歌叫做EST4的文件管理系統相比呢 我們就來比一比 華為這個EROFS的超級文件系統 它其實呢更有高效能的文件處理能力 而且它的性能呢 比以前的文件管理系統還高出了20% 甚至還能夠降低14% 內存的佔有率 大大提升了Android 13的隨機讀取的能力 另外來看到谷歌作為操作系統的巨頭嘛 所以呢它能夠使用華為的EROFS的系統 這就意味著呢 華為在操作系統方面呢 其實就獲得了谷歌的認同 那陸媒就說呢在操作系統方面 谷歌當然是當之無愧的國際領導者 如果有更好的選擇 它能用自己的也不至於會去用華為的嘛 更何況呢這還是呢 在應用在最新的Android 13的操作系統當中 很顯然的谷歌也承認了 華為在這方面確實是非常的優秀 谷歌這個舉動呢 也把呢鴻蒙系統的安卓 怎樣 套殼的這個帽子給徹底 給摘掉了嘛 它是非常厲害 而且自己研發出來的 而根據呢華為的消費者業務CEO余成 他曾經之前在發布會上也有宣布說 目前呢搭載鴻蒙系統終端設備 已經超過了多少 超過了2.5億支 那目前呢華為在生態系統上面的合作夥伴 已經高達了2千多家 相信呢在不久的將來 鴻蒙系統會引入更大規模的商業的應用 陸媒說就從上面的這種種跡象 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呢 美國已經是攔不住華為的發展 假以時日的時候呢 鴻蒙系統也會成長成為跟安卓系統一樣的 參天大樹 真的要謝謝美國圍堵了 另外呢 鴻蒙系統估計會在兩個月內 要正式發布的就是鴻蒙3.0 還有3.0 另外呢新的旗艦機叫MAT50 到時候也會搭載就是鴻蒙3.0 一起來發布 所以您覺得美國是不是又撥錯算盤了 大陸是不是真的 謝謝美國打壓 讓大陸高科技的企業變得更加強韌呢 也來一起互動一下 而且呢你看到 華為是不斷不斷的被打壓 但是呢反而讓華為更加強大 華為創辦人兼CEO任正非 他其實非常謙虛的說 美國對我們的是缺乏了解 我們一直努力再向美國來學習 任正非他其實接受的是 畫一些日報的採訪 他說呢到目前為止 我們公司還是沒有商業的領袖 只是還在技術創新 常常是呢產品做出來一兩年之後 都還不知道怎麼賣 現在呢我們的學習的還不夠 他說還不夠 而且呢我們要先想著怎麼做產品 做出來才會想怎麼賣 任正非認為美國對華為是有敵意的 是因為美國對我們缺乏了解 華為其實還是比較保守的公司 美國公司啊也是呢從小變到大的 在我們後面成立的公司有什麼呢 像是亞馬遜啦 谷歌啦 Facebook等等的 他也說他們現在發展比我們還厲害 那任正非說呢 我們還跟這些公司在他們的後面 還跟在他們後面 聽得出來任正非啊不只是謙虛 也展現出呢其實華為不斷努力 想要求進步的態度 另外來看到了說到美國對中國大陸唯獨 就是怎麼樣卡晶片卡芯片嘛 而且呢要把這個晶片供應鏈 拉回到美國 但是這個晶片會變得很貴 重點是呢拜登你又踢到鐵板了 美國總統拜登不是提出了520億美元 在晶片扶植法案嗎 現在卡在國會好久好久 可能胎死不中啦 這部法案呢先前是拜登政府力推的項目 而且商務部長雷蒙多呢非常重視 但是一些議員埋怨 白宮後續並沒有更多的參與 而且彭博資訊社也說 資訊人士說這個法案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眼看呢議員們就要放暑假了 之後要展開競選活動了 能夠讓法案通過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尤其最近美國不是發生很多的大規模槍擊案嗎 參議院的民主黨人尋求就槍支安全立法達成共識 也導致其他的事項被擱置在一旁 其中就包括了這個晶片法案 拜登政府所提出來的晶片法案呢 希望能夠提供資金 幫助美國國內的半導體製造保持優先 但看起來已經要被卡關了 美國呢圍堵中國大陸 但是呢無法脫離中國製造 我們來看到真的好尷尬啊 根據法新社報導說 拜登不是開了一個所謂的美洲峰會 但是天怒人怨嘛 而且呢其實美國商會組織辦了一個所謂的 邀集政商名流啊 發現說他送的伴手禮還怎麼樣 Made in China 還是中國貨的喔 來看到呢其實他們有一個廠邊會議 而這個機構呢 他還看到他發放的禮品上 就有這個所謂中國製造的標籤 而且呢 法新社還說 這似乎好像不太符合 美國人心中的美國夢喔 你不是要把產業鏈拉回去美國嗎 但是看起來還是很需要中國大陸嘛 法新社呢就說啊 美國商會舉辦的這個活動 名稱叫做第四屆CEO峰會 來自政界代表 工商界代表 來要討論說 怎麼樣幫助中南美洲 貧困的地區來發展的對話 那參與者包括了當然美國總統拜登啦 谷歌啦 Meta公司重要的人物他們都來 那希望呢 來看到喔 由美國商會提供一個呢 所謂的禮物帶 禮品帶 就是這一個 但是呢 仔細觀察就被發現說 裡面的禮物 其實並不是全部都是美國生產的耶 法新社就說 這個飲料瓶拜的這個底部呢 就有印著這個大大的China字樣 那怎麼樣就是完全沒有辦法脫離 中國大陸的製造嘛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